面对质疑,郭彩杰不甘示弱霸气回应素人评价网友真棒。 最近有网友对于郭彩杰的新歌做出了一些不好的评价, 而这次的郭彩杰没有像以前秉承着忍耐的态度, 而做出了很多明星不敢做的事, 直接拉出了这个网友的素人照, 可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顿硬核操作着实让很多网友们拍手叫好。 其实这也不是郭彩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 早在4月份的时候,罗志祥的多人事件被闹得纷纷扬扬,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郭彩杰也被这件事情牵扯了进去。 传言说道与郭彩杰有不正当关系, 面对郭彩杰如此强势地回应造谣者也是立马认怂道歉, 并且承认是自己错了。 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和善的处理方式。 之前吴亦凡有也有遇到这样的事情, 被知名的博主传谣说是C-Due, 吴亦凡直接将造谣者告上了法庭, 并且说要需要赔偿50万元。 所以说相对于其他明星的做法, 郭彩杰根本是属于比较温柔的表达方式了。